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说我性故事 今天跟大家继续讲一下港督 一讲庄士顿这个名字 很多人都会对他又爱又恨 因为庄士顿在香港人心目中 就是代表着一条在湾仔 欺来让往 竞尝塞彻的道路 庄士顿道 但是其实这条街道 都是在早年一位英国官员 以及其曾经成为香港狐狸行政官 庄士顿的名字的命名而来 庄士顿的全名就是 Alisander Roberts Campbell Johnston 庄士顿出生于英属石兰 是时任英国石兰首席案冊师 阿里山大·庄士顿的第三子 他起初加入英属毛利球师 殖民地政府工作 后来因为毛利球师经济状况低迷 而向殖民地政府请辞 回到英国 1833年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 在中国开始进行贸易垄断 庄士顿被派去广州担任 他哥哥的秘书 即是首位驻华商务总监 律劳碑的私人秘书 其后律劳碑病逝 驻华商务总监由戴维斯接任 而庄士顿就接替了戴维斯 做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了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 兼任香港行政官的义律 封兵领兵北上中国内地 参与战争 而庄士顿就成为了香港护理行政官 处理义律在香港的工作 其后谈判破裂 英国大力评击义律 于是英政府将义律撤职 并且派布甸宅来港取代义律的工作 当布甸宅北上参战的时候 继续委任庄士顿 到护理行政官 在任内 庄士顿根据议律规划香港的城市发展政策 下令开发香港岛 有发展皇后大岛 驻军赤柱 和收据来往香港仔的道路 有建立裁判司署 政府档案处以及监狱 庄士顿在任内筹办土地买卖 虽然此次遭受布甸宅的批评 因为拍卖未得到英政府批准 但是有历史学家指出 因为有这个方法才令香港得意发展 1842年 布甸宅又再奉命北上参战 庄士顿再度被委任为香港护理官 期间布甸宅授权在现时中环政府番上的小山江上 下面收建大宅作为官邸和办事处 落成后就命令为庄士顿楼 首两任总督 布甸宅和大维使都用过这个大楼做官邸 1843年 布甸宅回到香港之后 庄士顿改任驻华商务总监助理及登记官 同年4月15日 布甸宅有感香港治安不介 于是致涵身兼太平身子的政府官员 包括庄士顿 提出成立登记处 即是现在的入境事务处 用来登记市民资料 并且限制不法分子出入香港的自由 6月26日 布甸宅正式成为首任港督 8月21日 委任庄士顿等人为官首议员 庄士顿虽然不是正式的香港港督 但他在香港的贡献 就是曾经在两位港督 或者在香港护理官北上打仗的时候 代理行政官或港督一职 在香港没有人治理 北方兵方马乱之地坐镇香港 成功开战香港的城市发展 所以大家都很值得去了解一下这个重要的人物 感谢观看